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这样 没有带袋子 我们就是给大家这种一个服务 我们就是为了防疫 防止他们再把我们塞进去 所以我们这个洞弄得很小 因为现在有些人就是说 我没有拿回来 我就带你来 将家居木头拆掉分解 成了眼前的狗变箱 这还不打紧 将回收的宝特瓶 经过巧手再加工一下 放入也是回收的垃圾袋 轻轻打个小结 要用的时候就能够抽出一袋 接一袋方便又实用 赋予废弃物新生命 这也让志工们好骄傲 且东里的志工多才多艺 平时在街头看到有人丢出来的废弃物 就会带回活动中心 而只要闲暇有空就会来加工 锯木头、检保、特瓶 通通都能做 把所有没用的东西收回来 收回来再整理过 整理过的时候 再做成 有变变的垃圾袋 这个塑胶袋也是回收的 都没有花一毛钱 这是我们收回来的抽屉 这是我们收回来的抽屉 这个抽屉 我们有空的时候 就继续都有成员来做 这是第一代 因为大家守望乡株队 大部分都是晚上来巡逻 他们有时候也是会帮忙 环保志工队的话 白天的时候没下雨 大家就去菜阳 下了雨大家就可以集中在这边做这些的东西 那所以就开始有这些的 开始有这些的东西存在了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白天的时间大家都比较多了 就可以去做一些回收的东西 志工们三五个人聚在一起 就会开始创意发想 然后付诸行动 像是摆在桌上的这些铁罐子 也在加工之后 成了烟蒂回收罐 上面还有有趣的环保标语 可以挂在公共空间或是机车上头 而志工们还会把它放在很多人 乱丢烟蒂的地方 希望大家别乱丢在路上 或是水沟里影响环境 结果还真的走小 这个是一一一人 我们里面的团人想出的结果 做这个也是全部都做防水 防水之后再擦油去 下面这个就是利用 那个回收回来的桌子 桌子做的 所以我们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回收的东西 这是你吃不要的宝特饼感 这是珍珠板 就是说有人广告 我们就是把它拖拖地 我们就拿出来拆拆拆拆 这样子 这个混河不要乱丹 你看下面有那个灼洞 就是因为大家烟抽了下 那个会有浑晒 但是起码你烟头可以接得住 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有邻居讲说 你知道我们某某个地区 那个烟头很多 我们是不是要放几个在那个上面 放了之后真的是差很多 环境上都差很多 用点巧思发回创意 且东里的志工们 持续用环保创意做出一件件的玄导品 不但有狗便箱 烟灌还用宝特瓶做成风车 可以当装置艺术 让废弃物有新生命 环境也越来越好 九层慧环 西子采访报道